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说说韭菜过冬之前的几件事 其实韭菜是耐寒的植物,它的耐寒性非常的好 通常情况下在土壤的保护下它的根茎可以耐龄下40度的严寒 当然不同的品种对低温的反应还是有差异的 所以对它们适当的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 特别我们不是专家,不知道我们的韭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 我来说说我的经验不一定对,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首先我们先把柳种的种子收下来,不要等到它全黄了 这样已经比较成熟,有点开始发白了就可以剪下来了 这个是已经开始成熟的,你看它的黑子已经露出来了 这样风一吹,它就会掉到处都是,明年你的菜地里、砖缝里 到处都会长出很多韭菜 韭菜收下来以后,通常我放在太阳底下晒个两到三天 等它表皮发干了以后就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让它阴干 你看晒完了以后是这样子的,它都打开来了 个别的没打开就算了,因为不是太成熟,也无所谓了 因为种子非常多,这些足够了 把它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头 因为怕它绷得到处都是的嘛 然后你就这样使劲的抖一抖 这样种子就都掉下来了 如果你想多收一些,看到很多没掉下来就拿手捏一捏 这都可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种子尽可能多的下来 然后把这些壳稍微的去一下 你不能去得很干净了,不过没关系 然后把它放在一张厨房纸上 因为厨房纸可以通风透气,而且可以吸潮气 然后把它包起来 之前我们有一个怎么收种子的视频 你点击右上角的信息处可以看到 然后把它包裹起来 这个随便怎么叠 尽量的让它松散一些,干燥通风透气 尽量的不要放在塑料袋里头 因为那样反而容易发霉 现在我们来写上日期 以前也说过,种子基本上两年以上就不太好了 发芽率就很低 所以我们尽可能在第二年把它用掉 我中文字写的不好,大家凑合看 这些是收种子的那些韭菜,长得特别粗壮 现在我们来剪韭菜 冬天过冬之前我们要剪一次韭菜 平常我们剪韭菜的时候都是尽量剪的低一点 之前也说过叫铲韭菜 因为你贴着地皮剪的话 有利于韭菜的根分裂 使它长得更强壮 但是冬天的时候我们想让它们休息 不想让它分裂,所以就可以适当剪的高一点 大约一寸的样子 剪完以后的地看起来是这样的 这些烂叶子,碎叶子没关系就留着就行了 不一定要把它们都清理掉 韭菜根部随着分裂它会越来越多 底部的须根也缠绕在一起 这样养料供应不上 也就没有了分裂的空间就要衰败了 所以每两三年就要分一次根 韭菜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是从第三年到第五年 第六年之后就开始衰败就要换新苗了 那么分根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呢 可以在春天进行 也可以在入冬之前的9到10月份 天气不是太冷的时候进行 这样根部还有时间发出一部分新的来 有利于明年的生长 如果分根的话尽量移植到另外一块地上 以避免病虫害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韭菜的根是什么状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春天时候的根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我们春天分根要种的时候 你看这个根非常的长 而且长得干净利落的,非常漂亮 也没有缠绕在一起 稍微有一点不是很厉害 如果分的话用手掰开就行了 有的稍微比较紧密一点 用一点点力气也就很容易都把它分开了 那么目前又是什么状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挖出来看看 你看这个韭菜我们种的时候也是十颗八颗的 经过一年的生长,它长出来这么多 而且这个根,你看 密密麻麻的缠绕在一起 如果它两重种得很近的话 相互之间完全没有生长的空间了 这样韭菜它就不会种好 所以在入冬之前 我们整理韭菜地的时候 来把它分一次根 我们先来弄一块菜地 这个是牛羊粪,看左下角 这是牛和羊的混合粪 我们先把地挖开来 放上皮特慕 韭菜的根需要非常松的土壤才能长得好 所以我们把土地弄得松一点 然后倒上牛羊粪 把它们都掺好 这样土壤就会非常非常的松软 把挖出来的土田回去 尽量的掺的均匀一点 然后整出一块地溪来 这是刚才产出来的那一整颗韭菜 我们用一个小铲子 把周围的土和根须都去一去 要不然根本打不开 因为它结合得非常紧,使劲地掰开 每一个大虫可以分成几个小虫 如果要分得更小虫 铲子就不行了 我用了一把比较锋利的刀把它切开来 现在我们来处理根部 把那些坏死的还有一些老根都剪掉 所有的根须就剩一寸长左右就够了 这个也修剪一下 大概有一寸长就可以了 重的时候 航距和尖距都在20公分左右 现在我们来挖一条沟 挖好了以后上牛羊粪 把它和土拌均匀 很多人会问这个牛羊粪直接种 会不会把根烧掉 不会的 这个是发酵过的,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把韭菜一重一重的种上 每一重还是十颗八颗,行距尖距都在20公分 这里只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所以我只种一排 种好了以后我们就盖土 然后浇水 韭菜入冬之前要浇一次水 还是同样的你要注意看天气预报 在它上冬之前 用牛羊粪把它都盖上 这样一个是可以保温 第二个也是给它上了一次肥 明年春天它一发芽的时候 有比较强的肥力 就可以发的很好 现在来看刚才剪过的那块韭菜地 剪完了以后我们立刻就要用肥把它盖上 不用等到上冻 剪的时候气温在5-10度都可以 盖肥之前我们一般要浇一次水把它浇透 我这里因为刚下过雨 所以我就没有浇水 用肥料来盖韭菜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做 一方面是保暖 一方面随着冬天下雪 这些肥会渗到土地里头 第二年这些根就非常有力量 长得非常好 这个肥料盖大约在一寸左右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我 加完肥料以后有些叶子还漏在外面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如果不能全部盖住像这样子有一点漏出来怎么办 这个没关系的 表面冻死了第二年还是同样的会长得很好的 一般情况下这样子在零下20度左右过冬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 可以找一块这种编织布 这个编织布在所有卖花的地方都有的 或者其他一些卖肥料卖花的地方 这个是用来包裹那些树 让它们安全过冬的 如果有编织袋把它剪开也可以 这样盖上以后就放上石头压上 那它有一点温室的效果 完全就可以安全过冬了 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一步是可有可无的 如果你那里非常冷 超过零下25度、30度 那还是盖一下比较安全一点 如果你实在没有那种编织袋 可以用这种透明的塑料袋来代替一下 这个就是一般的垃圾袋 但是尽量不要用黑色的 用这种透明的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还是有一点透光嘛 但是这个垃圾袋它不大透风透气 所以我个人感觉还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如果冬天特别特别的冷 下冰雨什么的 你很担心可以短时间的用一下 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 看你那里的情况吧 现在来看看今年用种子发苗 然后又移植的韭菜长成什么样了 总体来说还是挺健康的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顶上的叶子剪掉 然后也用肥料把它都盖上 保护它让它过冬 明年春天又可以长出非常茁壮的苗来了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韭菜过冬之前可以做几件什么样的事 而且韭菜怎么样才能安全过冬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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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再见